嗨 各位車友大家好 我是李翰老師 我今天要來看的這部影片是 我相信你絕對在台灣看不到的 保證 OK 因為這個賽道很少這樣跑 就是西湖的逆跑 那我2019年的時候 2019年大概10月的時候 那時候西湖有一場逆跑的比賽我有去參加 為什麼呢 因為那時候要去大陸溫州比賽 然後大陸溫州比賽是逆跑 所以就是想說來這裡練習逆跑 逆時鐘跑的跑法 不然台灣賽道幾乎都是順時鐘的 所以就來練習一下 很特別喔 趕快看 Let's go 你看 現在這個車子 好懷念喔 Buro欸 這是Buro欸 S9我記得 Buro的S9 欸 很新喔 是不是 然後前面 啊 又是Jimmy 跟Jimmy真是有緣 是不是 在我很多影片都看到他啊 他也都跟我開玩笑 他說 李老師我常都在你的鏡頭裡面出現 對不對 你有沒有 是不是 他也蠻可愛的 OK 只不過這個 Buro真的是 S9 賣給車友了 只不過這台車子很特別的是 賣給那個車友以後 那個車友一次也沒開過 現在就還放在倉庫 這台車真的是很好的車子欸 然後還X30的引擎 那時候我是開X30 酷 好懷念喔 第一圈還沒好 所以我沒打算講 好嗎 OK 先等一下 好啦 逆跑開始啊 我現在就開始 好好追 好好追Jimmy 有沒有 好 煞車 帶進去 你看 很少這樣帶吧 哎呦 然後這彎比較折進來一點 所以速度不能帶太快 OK 煞車帶 好 過去 有沒有 這個還蠻正常的 髮夾彎都還蠻正常 煞車 帶進去 OK 然後現在這個 反過來的Omega彎很特別 對 在這裡一定要先煞一下 對 煞了再帶進去 不然 有一次我就想說 帶進去再煞 結果整個衝到草皮裡面去 根本轉不了彎 嚇死 好 然後這個是 三號彎 原本的三號彎 OK 然後之後的一號彎 這也蠻恐怖的 這個速度也帶很快 都蠻恐怖的 那時候你看 我的煞車還在第一階段 來我賽車贏的 我就是教你我2019年的技術 好嗎 OK 我去溫州回來以後 煞車就變第二階段 然後跟 就是 蔡成陽學習以後 就開始三四五了 OK 現在就在第五了 所以你看我真的把我學習的過程 真的回饋給我們的車友 OK 你看我那時候是不是就是 第一階段的採訪 如果有上過我課的車友 你注意看 真的 完全就是第一階段的採訪 然後還有 我教你們賽車贏來的時候 方向盤 絕對不是像我這樣 你看我現在方向盤握得多笨 這個車 這個人應該不太會開車子 煞車踩的真的是 然後那方向盤 有沒有 動得很沒感覺 對不對 是不是 真的很沒感覺 就 笨笨 對不對 笨笨 而且 身體好像有點僵硬 你會不會覺得 這不OK 然後 開那個賽道的節奏 不太對 就是應該要 節奏很明快啊對不對 煞車 油門 帶 有沒有 感覺 這個人開車 他應該沒什麼信心 有沒有 然後 很僵硬 我覺得 這我不知道該怎麼指導他 對啊 而且 出彎的速度都放好慢 幾乎出彎都沒速度 這應該 要再加強一點 是不是 再加強一點 還 還不行 還不OK 還不OK 真的 好生硬喔 真的好生硬 轉方向盤好生硬喔 煞車踩得好爛喔 然後光聽油門那個油門的聲音 踩油門油門的聲音 就覺得 都沒在撲 對不對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這個應該不太會開車啦 開得沒有很好 OK 他現在不一樣啦 現在不一樣 他現在不一樣 OK 好 就是 提醒幾個重點 但是 我覺得這個煞車本來也是 就要從這個階段開始 學習起來 OK 這是很正常的 開車就是要從這個 煞車的階段開始學習起 OK 然後油門應該要 再細膩一點 然後方向盤 應該不要這麼聲音 而且這感覺這個肢體很 很僵硬喔 不應該是這樣 這跟那個 大拳是一樣的 OK 你希望你拳出得要快 你身體要夠放鬆 OK 所以 你開車也是一樣 你車開得要快 你身體要夠放鬆 就是 要夠放鬆 它才會快 這到底是什麼 然後力道才會準 這是我的 心得啦 OK 就 滿特別的 不知道那時候在開什麼 是吧 中間我記得好像還有一個 不知道是什麼 開的失誤 不知道在幹嘛 就是一個大失誤 反正就是開得 很不好 真的 你看這個 它帶進去煞車 帶進去 太慢 然後除彎沒速度 有沒有 是不是 然後帶進去 方向盤 對然後你看 路線每一圈都不一樣 對嗎 對嗎 我真的不太知道怎麼 知道它 好啦 就是記得身體不要那麼僵 要放鬆 然後 彎數不可以帶得這麼低 OK 那這可能跟煞車採法 有一點關係 所以如果你有參加過就是 第一次賽車營 你第二次來賽車營的時候 我就會教你進階的 就是煞車的採法 因為我問你 你第一次的採法 你覺得感受怎麼樣 回饋怎麼樣 那如果覺得是OK的話 我就會教你第二階段的採法 OK 我覺得是可以先從煞車開始入手 因為我覺得 確實的減速是 應該是賽車裡面最重要 你有確實的減速 你才會有正確的下右門時機 才有正確的轉方向盤 OK 因為它就是搭配的 那其實在直線 拉到就是最高速的時候 這應該不用教 我覺得這應該不用教 但重點就是教 進彎彎中除彎 應該就是這樣 我們就是學 進彎彎中除彎 可以嗎 像我現在就是 我覺得我的出彎 應該算 這三個裡面應該算最好 我現在彎中應該是中間的 進彎應該是最弱的 因為我上個禮拜 填去永安練之後 我發現 因為永安可能地比較滑 所以它對進彎的要求 比較大一點 所以我覺得我的進彎 做的沒有那麼好 也凸顯出我進彎的缺點 OK 那 如果在比較抓地力的賽道 進彎反而不會顯現出來 OK 那很多東西練習技術就是這樣 我原本出彎是最弱的 出彎拉上來 OK 出彎現在變最好的時候 欸 進彎變最差 那進彎可能就拉上來 接下來可能就拉彎中 可能就這樣 它就互相堆疊 它就一直上去 OK 好啦 這開這麼爛我真的也慘不忍睹 OK 我也不知道該怎麼講解下去 OK 那這部影片最主要重點是 我也歡迎車友啊 也可以 寄影片來給我 可以嗎 喔 看到帥哥了 欸 這影片的彩蛋 2011是誰 Jimmy欸 蔡辰陽欸 2011是蔡辰陽欸 哇 彩蛋彩蛋的 欸我不知道這部影片後面有蔡辰陽 哇 彩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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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你看 哇 我很有幸還可以跟大家附近欸 還沒被它慢慢拉遠欸 哇 不錯欸 喔 不錯 我覺得它現在開得不錯 是不是 沒被它拉遠 欸這它主場欸 是不是 它生活的地方欸 是不是 好啦 但是還是今天被拉遠 OK 很酷欸 哇 這最後的彩蛋欸 好啦 跟各位車友講啦 你就是 影片你就是 可以記啦 就是 我們可能 想辦法在說明處啊 或者是 想個辦法 你把影片傳給我嘛 我來看 然後 如果可以讓我放上去的話 我就放上去來講解 搞不好你的問題也是大家的問題 好嗎 OK 哇 蔡辰陽欸 哇 它真的很厲害 它超強 它真的超強 上個禮拜天去永安練車的時候 它用 爛車架 爛引擎 爛輪胎 還是比我快0.1 真的很厲害 真的蠻厲害 要逼到它用 正常車架 正常引擎 正常輪胎 懂嗎 逼到它這樣 OK 好 它真的很厲害 真的很佩服 好 這就是 沒啦 現在這麼遠 也看不到它開什麼啦 現在這個藍色衣服也開得這麼爛 就沒什麼好講 好 期待各位的影片 好嗎 OK囉 那就這樣囉 拜拜